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BOB Channel 我是Kevin 今天要來跟大家推薦的是我手上的這顆 Souls Audio Zio Analog Front End 加 Boost 距離上次介紹Souls Audio系列效果器的時候也過了一段時間 這次拿到這顆Zio 首先可以看到外觀依舊保持著Souls Audio優良的穿透 全金屬的外殼搭配法斯文的外觀處理 優秀 不過它跟他們家其他兄弟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功能很單純 以往Souls Audio的產品功能都非常多元 像是之前介紹過的EQ2 除了一般EQ的功能以外 還搭載調音器、Limiter、Noise Gate等等功能 並且還可以搭配自家的Neural Editor 來達到更多元的調整 但這次Souls Audio在Zio上面除掉那些強大並且多功能的設計 貴的就是將Buffer和Clean Boost做到最好 Zio是一顆用來放在訊號前端的全類比Buffer及Clean Boost 具備四個不同音色取向的前級電路設計 讓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所使用的琴上面的Pickup配置 來挑選不同的電路搭配出最適合自己的音色 它的IO非常單純就是左邊一個輸入和右邊兩個輸出 右邊的兩個輸出分別為一個Main Output以及一個Tuner Light Out的輸出 操作面板的兩個小切換開關 第一個可以切換Tone 主要就是模擬不同長度的導線對音色的影響 越長的導線就會對訊號造成越多的損耗 進而讓高頻衰減 如果你的吉他是屬於很亮的音色 那就可以切換到Dark 藉由模擬長導線來對高頻進行一些衰減 讓音色變得比較平衡 另外一個切換開關則是切換彩釘的功能 切到Bipass的時候 彩釘的作用就跟一般效果器一樣 是用來開關Zio 切到Mute時 彩釘的功用則會變成Mute 也就是不會有聲音 上方兩個轉鈕 Output這個最多可以讓使用者增加20db的Clean Boost 在他旁邊的Circuit 則是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切換不同前級電路的音色 可以切換的分別是JFET Low Cut Studio E-Plex JFET提供乾淨及透明的音色 並且會幫你補回一些被損耗掉的高頻 Low Cut顧名思義就是把多餘的低頻砍掉 讓你可以得到一個比較緊實的Tone Studio依照經典的Protect Trick 而設計的EQ曲線 藉由增加1%來提高聲音的清晰度 最後 E-Plex則是仿造復古的FET Buffer 讓聲音帶點髒感以及溫暖的特色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聽聽看聲音的示範吧 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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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對Souls Audio的Zio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跟台灣代理商海國樂器做詢問 看看有哪裡可以試玩以及購買 最後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也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也是訂閱數很低的Valve Channel 我是沒有頭髮的Kevin 我們下次見拜拜